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看一下 因为昨天澳洲股市有一个比较大的 大家也比较关心的股票 叫做A2奶粉 昨天暴跌13%以上 因为出了财报 正常来讲的话 出了财报如果数据不错 表现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表现还是利润有增长 那么基本上这家公司的股票按理说应该是上涨的 但是A2昨天不涨反跌并且下跌幅度非常大 直接跳空低开 最终收盘价格是跌了13%点几 这样的一个走势呢 让很多人非常的不解 我们也有很多客户来问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其实从财报里面就可以看到非常正常的两个现象 那么一个呢 就是英国市场要退出 未来呢 分三到四年的左右的时间呢 退出英国的液态奶市场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美国市场开发的不是那么的顺利 虽然扩张速度比较快 但是呢 成本上升的也比较高 因此呢 目前还是处于略微的一个亏损状态 所以在海外市场扩张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首先考虑到 是不是因为A2的产品太过于单一 因此导致在海外市场拓展的不是那么的容易 并且呢 竞争非常的激烈 像在海外市场 雀巢啊 等公司都有奶粉 旗下的表现还都是不错的 因此呢 在未来 如果想打开更大的市场 就会面临更高的成本 所以呢 因此会形成一个 这个我们说是一个循环吧 成本上升 然后销量增加 然后再成本上升 所以呢 控制成本对于奶粉 奶粉类的行业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 而目前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财报里面显示呢 A2奶粉的全球扩张战略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改变和影响 因此呢 做一家公司的股销来讲的话 我们说最好的公司的股销是能够做到全球市场 向全球扩张的 那么这样的话会给投资者一个非常强烈的预期 就是说他未来的客户群体会更多 买他的产品的人就会更多 他的股价和销量 产品的销量 revenue 营业额 收入都会相应的增加 因此呢 撤出英国市场对他来讲 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投资者的信心上的一个 我们说的一个消散吧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看到美国方面 美国呢 特朗普啊 继续对美联储进行一定的施压 那么美联储在早晨开完会之后呢 公布了7月份的利率决议 那么在本月呢 我们是公布上个月的一个利率决议 那么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美联储的官员呢 有可能在接下来考虑降息50个基点 那么这样的言论一出来呢 对美股呢 又是一轮上涨的刺激 因此美国股市昨天晚上上涨1%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了还有本周六 发生的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 就是这一期峰会 是7个国家 那7个国家呢 就是美国 法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还有意大利 以及加拿大 包括欧盟的领导人都会齐聚法国 一起呢 讨论一下接下来的局势 包括我们常说的啊 就是全球经济不景气下滑 以及贸易争端问题 那么这两个大头呢 会在本次这期峰会 进行详细的讨论 首先呢 他们要作为盟友 要解决内部的这个问题 因为像欧盟呢 最近又频繁的对这个美国 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那么美国特朗普反过来说 我要征欧盟的汽车税 那么这样的话 欧盟是必然要听话的 这样的言论都会出来 所以说呢 对整个美国也好 欧盟地区也好 他们的这个矛盾 在贸易上呢 去日渐增加 所以呢 因此这期峰会呢 有可能会对这一现象 进行一定的改变 双方有可能达成新一轮的共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英国脱欧 可能在这次峰会 见到欧盟领导人 和英国首相的这个 约翰逊谈判之后呢 有可能会对英国呢 起到一定的英镑上的提振 以及英国股市的提振 因为英国呢 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 所以呢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更多的希望是这期峰会 给带来 给比18年 当时不欢而散的 那个结果要好 虽然这一次有可能 也不会达成一个 全部国家的一个共识 但是呢 总之会对金融市场 起到的一定的稳定性 我认为还是这个作用 还是有的 那么除了之外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 全球央行继续降息降准QE 那么美联储方面呢 包括美国方面 也可能继续这样做 因此呢 大家始终手里 还是要有一定的避险资产 以及呢 能够获得资产价格上涨的资产 风险性资产的收益 所以呢 未来依旧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基调 包括呢 我们之前频频说到的 就是消费类行业 大家也可以看到 Carsales呢 昨天是上涨11% WTC呢 也是上涨11% 除去A2下跌13% 那么这两家公司 为什么上涨这么高呢 Carsales呢 作为澳洲最大的 这个线上销售汽车的 这个网站 跟Real Estate比较类似 因此呢 同属于消费类行业 我看到了Carsales 最近明显的是 售价在2万到3万到4万左右的 这个车啊 它的销售率是非常快的 比方说我刚看到 一个3万多的车 觉得还不错 收藏了一下 结果两天之后就卖掉了 因此呢 这样的一个周转率 对于车行 或者是二手类汽车交易中心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 利润上的提振 那么我相信未来呢 Carsales的财报也会依旧更好 那么WTC呢 是澳洲比较出名的 五家科技公司之一 包括APS 同属于这五家 那么大家在科技公司板冠里面 选择一家就可以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想和我们取得更多联系 可以拨打电话 03-8658-060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